大家好 今天是3月5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1例確診個案有接觸 2例有伊朗旅遊市 其中1例是來自西雅圖 來本地探親 社區有一例未跟確診病人有接觸 也沒有出國旅遊市 是社區確診的第一例 直到現在為止 本線已經有21例確診 斯立大學溫時嘉西大學 今天上午宣布 校方說一名學生為新冠病毒的疑似病例 校方今天開始連續3天會暫時關閉校園 校方沒有詳細交代學生的訊息 不過可以確認的是 學生的爸爸最近在海外來到加拿大 學生的爸爸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目前有兩個學生被隔離 其中一個是學生的室友 校方說大學將會暫停所有的校園課程 直到所有校園進行全面消毒為止 當中包括學校的所有公共區域 都會進行徹底的消毒 學校說已經聯絡了 和疑似確診的學生有密切接觸的人士 包括學生和教職員 學校剩下的課程將會改為網上教學 在唐人街的共同發起人周慕儀 近日在Facebook上發起 I will eat with you 的運動 號召大家在13天 也就是下星期五 一起來到華鳳庫大海鮮酒家進餐 既支持中餐廳 也消除對華裔社群的恐懼和歧視 周慕儀說是受到澳洲的同名運動所啟發 作為華裔 他希望消除公眾的不理性憂慮 也幫助餐飲業渡過難關 至今已經有上百人表示會出席該活動 酒家經理遠景對這樣的活動表示歡迎和感謝 他說近期上門的顧客的確銳減 開業24年來就算是沙士的期間 都沒有受到這樣的重創 而身邊許多一同跟隨餐廳成長的老員工 都感到很難受 很痛心 也很擔憂 我們在這邊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我們有多支持我們父大 支持我們談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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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邦退伍軍人事務部長Laurence McCauley 和荷蘭駐溫高華總領事Hanks Snookin 今早出席二戰荷蘭解放75周年的 紀念海報揭幕儀式 海報上印有退伍軍人Norman Kirby的肖像 因為Kirby所屬的隊伍 在二戰即將完結的一個星期前 解放了不少荷蘭的城鎮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on the poster commemorating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liberation of the Netherlands 今天的儀式也有向軍人派送蜜金香 已經參加過二戰戰役的華裔老兵周鏡球 今天也有出席 烈士一棟大廈昨天發生火警 雖然當地的消防局事後已經澄清了 這場只是一場小火 沒有造成傷亡 火勢也已經處理完畢 但是由於現場曾經出現多兩消防車 救護車和警車 工作人員也有穿著全套的防護服 令到部分市民懷疑 有關的留言直到今天都還在網上流傳 不少壞人因此而感到恐慌 而且用大廈直到今天中午 現場都還可以見到有消防車和救護車停泊在街邊 王家騎警今日下午回覆說 昨天在Ambridge Way 6900號路段 一間大廈發生小火之後 發現一個地下毒品實驗室的痕跡 然後一名三十多歲 為警方熟悉的男子被拘捕 安省衛生廳證實 再多兩宗新冠病毒的確診個案 全省的累積個案升至22宗 新增的確診個案 包括一個來自滑鐵盧市的50歲女子 她今個月3日從意大利回到加拿大後 前往Grand River醫院的急症室求診 她經醫護人員評估之後 在同日被她回家自我教理 滑鐵盧的公共衛生局自出 這名患者只是出現輕微病症 當過目前正密切監視她的情況 另一宗新增個案是一名60歲多倫多男子 她在上個月29日從伊朗回來加拿大 在3月3日去到新靈醫院急症室求診 她經治療後亦於同日出院 並留在家中隔離 加拿大最近的新增個案 都是來自伊朗或意大利 美國和澳洲等地已先後禁止 來自疫區的旅客入境 但是加拿大總理杜魯多 今次出席一個活動的時候 被問到會否放後有關做法 她就重新不會封關 並說坊間現在有太多錯誤的資訊 封關只是本能反映 無助病毒蔓延 保險公司終於推出政策 應對新冠肺炎 這個政策主要是針對旅遊人士 過去由於新冠肺炎突然出現 令到很多原本想去外地旅遊人士 要改期或取消行程 而因此而引致退票退團的損失 如果他們買了旅遊保險的話 他們是會獲得旅遊保險公司的賠償 現在加拿大兩大保險公司 弘里和2go就宣布 購買了旅遊保險的人士 他們再不可以因為新冠肺炎 要取消或改變行程而獲得賠償 這兩家公司說 聯邦政府已經就新冠肺炎發出旅遊警告 奉勸國民避免所有非必要的旅行 所以如果旅客是在上述警告發出之前 已經預訂了行程 而且購買了旅遊保險 現在因為新冠肺炎而取消行程 這些旅客仍然會獲得賠償 但是如果在旅遊警告發出之後 而預訂行程 現在又說因為新冠肺炎想取消或改期的話 保險公司就不會再賠償 因為旅遊保險是保障無法預期的意外事件 新冠肺炎現在已經人盡皆知 不再算是意外了 不過如果旅客購買的是 因為因任何原因而取消行程的旅遊保險 仍然是可以獲得賠償 但是買這種保險 是要比普通的保險貴 而且賠償金額 只是你損失全數的百分之七十五 2Go這個新政策 昨天即是星期三已經實施了 而宏理就會在明天即是星期五開始實施 旅遊保險業的經紀預料 其他公司很快就會學宏理和2Go一樣 推行同類的政策 雲國華明天星期五、六日的天氣預報 日間情雲相隔 下午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地勢較高的地方有可能會下濕雪 氣溫最高有8度 晚上多雲有六成機會會下雨 最低只有3度 加拿大被施散 一個倒過香港和印度的人確診 香港昨天 亦有一個獨過印度並確診的國安 港府說會與加拿大當局聯絡 而了解兩宗國安是否相關 包括兩個病人是否曾參與同一個旅行團 香港的確診病人在1月31日至2月24日由印度買買 全團有21人 他在23日在印度發病、複醒屬於輸入國安 2月24日坐國泰航班CX694回到香港 2月28日到上環普仁街東華醫院向中醫求議 當時一度懷疑發燒 3月1日參加訓宴 有實惠酒席 病人不惜又戴著口罩 3月2日晚在家中暈低 3月3日到背夫人普通科門親親所求議 3月4日胸後腿陽本證實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 入住勒敦寺醫院治理 張竹君說衛生防護中心已聯絡到部分團友 其中有一天不在香港 和病人同房的團友也暫時無病症 會送院檢驗 口罩的款式和標榜的功能有很多種 有口罩雖然可以保護佩戴者 但就保障不到其他人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 就不建議斯文抵這款自私型口罩 她痴瘡 部份人佩戴 配有呼吸佛的N95口罩 這副口罩敷出的空氣不經過濾 如果市民感染病毒但沒有病症 我會經呼吸佛敷出有病毒的飛沫 有可能因此傳播病毒 她呼籲市民不要戴這副口罩 以保障其他人 現在看看娛樂新聞 容祖兒在歐洲舉行巡迴演唱會 她最近去到荷蘭打卡拍照時 竟然被警察驅趕 我們看看為什麼 你看這個傻婆 整個法國都聽到她笑聲 看這個傻婆 看這個傻婆 讓她的傻婆 看這個傻婆 我哪有 傻婆